垃圾车驾驶下了好大一跳 赶快下车查看状况 看到自己开的车有毁损 后方还有一辆轿车 车头已经撞烂掉 我整个魂都被 我整个魂都被 看看这辆垃圾车 车尾的平台严重变形 28号晚间7点多 隶属于苗栗市公所清洁队 垃圾车沿着复兴路二段南下车道 执行勤务收垃圾 原本站在车尾平台的清洁队员 下车帮忙收取垃圾 15秒后白色轿车急驶而来 疑似在毫无刹车的情况下 撞上了车尾 猛烈的撞击力道 导致厨余桶被撞破 厨余喷出来撒在车车的车头 35岁流姓轿车驾驶 头部被自己的车玻璃割霜 自行从副驾驶座脱棍 手还捂在胸口 表达自己也吓到了 表示左胸口疼痛及左大腿疼痛 经评估后送大千医院救治 警方表示 肇事驾驶九侧值为零 初步研判可能是他想要超车 却因为对象有来车 导致超车失败 才会失控追撞垃圾车 事后苗栗市公所基要秘书 也带着两箱苹果 慰问清洁队队员 取谐音 期盼未来平平安安 民事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 谢谢秘书 老板 幸福 神经病